娱乐学 二上,二十岁的她就嫁进了豪门,而有一个人和朱玲玲的经历十分的类似,她也拿到过香港最上景小姐的奖项,这个人就是吴永威,说起吴永威应该还是有不少人,有印象的吧,因为她也是一个时代的美人,年轻时候的她长相十分的漂亮,和王红,范琪文,一起参加了亚洲小姐的选美, 吴永威的身上有一种清纯的气质,每眼间总是有着别样的风情,在比赛中脱颖而出的她进入了娱乐圈,先后拍摄的电视剧司机大佬,还看紧张都非常的不错,大家都十分的看好她的未来, 可是事业发展得很好的她却在21岁的时候嫁给了51岁的富豪翁江培 婚礼办得非常的奢华,也算是嫁入了名副其实的豪门,但是吴永威那个时候还在拍摄电视剧,并没有吸引 很多人都说嫁入豪门之后,不就是应该过上豪门太太的生活吗?豪门也不允许抛头露面的吧,显然吴永威的运气不太好 在成为汪太太十三天之后,丈夫汪江培就因为突如其来的疾病巨事了,此前没有来得及留下一句话,吴永威刚结婚十三天就变成了遗妆 据说汪江培留下了将近1.71亿的遗产,但是汪家人却不承认吴永威的身份,双方为了遗产的事情上了法庭开始打官司 为了遗产,吴永威奔波了十年,但是最后的结果却并不是非常的理想 据说最后他只拿了不到一千万,继承上一遗产的想法彻底落了空 后来的他在朋友的介绍下,在近三十岁的时候嫁给了一位广告人 事业上也有了一点小成就,看起来也很是幸福 但是后来一场风波打破了这种瓶颈 据说丈夫恋海棠和神秘女子牵手被拍 吴永威的性格是十分的坦率 回应这件事情的时候竟说自己最不满意 的就是丈夫被拍到的时候有一点时宜 此外并没有过多的说法 事情的真假恐怕,也只有当事人才知道了 他二十一岁下五十一岁富豪 结婚十三天成一双,十年官司上一遗产落了空 很多人都说吴永威是一个非常坦率的人 如今的他近六十岁了 但还是没能生下一个自己的孩子 这可能是一个遗憾吧 不过他的一生,也算是丰富多彩了 他和别人都不同 一直在乎自己,也很少在意别人的看法 这才是真正的勇敢吧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